你不用了 酒店房卡 这是林志军的吗 我在那个手机盒里找到的 林志军他不有地儿住吗 为什么要住酒店 我现在脑子里有太多的为什么 手机里面的照片 照片里面那个女孩 再加上这张房卡 我觉得她有好多的秘密瞒着我 那你打算怎么办 拿这张房卡去找线索啊 我已经去过了 去过了 有什么发现吗 一张房卡 那么大一家酒店 那么多房间 我根本不知道是哪一间 也是啊 咱们可以拿来这个房卡 去那个酒店挨个式 肯定可以找到那个房间 挨个式 对啊 这个办法虽然是笨了点 但是肯定可以找到那个房间的 信我 行吧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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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让我乔装一下 不至于吧 如果我待会儿被认出来的话 他们会没收我房卡的 我告诉你 待会儿进去了以后呢 你不要东张西望的 我们进去了以后直奔电梯 知道吗 好 走 小心 这 怎么都亮了 十八 这个 好 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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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看看 走 有人吗 需要打扫卫生吗 有人吗 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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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这房间太大了吧 这一晚上得多少钱啊 那不是干嘛呢 行动啊 快 你找外边 我找里边 走 太奇怪了 这么大个屋 什么都没有 这也不像有人住过的样子啊 你说这房间 有可能会是晓琳同学开的吗 我觉得不像 那房卡会不会是她捡的呀 这样 格雅 你现在去给钱太打个电话 问她这个房间是什么时候开的 开到什么时候 喂 钱太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 我这个房间是几号开的 那开到几号呢 明白了 前台说是年组 年组 对啊 太奇怪了 什么人那么有钱啊 会长 如您所料 少爷不在那份名单里 问题是 我们在槟城的人 也没有发现少爷的踪迹 我想 少爷会不会真的在那艘船上 只不过没有登记 所以查不到名字 不可能 你去一趟中国 给我查查少爷在中国那个女人 我怀疑 这个女人跟槟城的那个 有必然的联系 明白 我的这个儿子 肯定还活着 哥牙 哥牙 快过来 有什么新发现吗 我给你看 这个 这是马来西亚 槟城的风景 你再看这个 你看 这照片肯定是在槟城拍的 嗯 我们来假设一下啊 假设这个手机 就是这个女孩的 能用自己的照片当桌面 说明这个女生还挺自恋的 嗯 她去槟城是玩还是当桌面的 她没用自拍杆 肯定身边有人 不是一个人去的 但是咱们一直没有弄清楚一个问题就是 小林同学不是应该到吉隆坡吗 到槟城干什么 你有听她提起过什么女生吗 她为什么会跟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女生 在槟城拍照 没有啊 没有啊 这俩人什么关系啊 知君 潘娜 没什么事 我来告诉你医生 我得回趟吉隆坡 回吉隆坡 你不是上个礼拜才回去了吗 是啊 刚接到通知 吉隆坡那边有一个稀有血腥的研讨会 让我去参加 我得去一下 什么时候走啊 马上就要出发了 你去多久啊 没几天吧 我就是来跟你说一声 我这个事太突然了 我回来再跟你说吧 走了 来 照顾好自己 王主任 大概半年前吧 有一次知君从马来回来一个礼拜以后 又回去参加了一个稀有血液研讨会 您知道这个事吗 这我可就记不住了 不过 所有参加的活动 我们都有记录的 可以查得到 那麻烦您帮我查一下可以吗 好 那你跟我来 你说的肯定没有 去年我索我一共有十二次外事活动 这都有记录 去马来只有一次 当时认识宋所长和黄衍局员去的 小莱跟我说你在这儿坐半天了 还没喝完啊 我们走吧 走哪儿去啊 去马来西亚 你跟我去槟城吧 去槟城干嘛 咱们办过马来的签证 我们拿着护照就可以走 我是办了签证 可是没打算去啊 还不是为了陪你 你就说你陪不陪我去 那你先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去槟城呀 我要去找照片上和林志军在一起的那个女的 你有病吧 你就凭一张照片就要去找人家 万一人家只是去旅游呢 找得到吗 那些照片不是在同一天拍的 有些照片却是在同一个地方 一般游客是不会这样做的 所以这个女人一定是住在槟城的 只要找到这个女的 林志军的秘密就可以揭开了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去槟城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去请假公司能同意吗 女魔头这几天又不在 杂志军又没有什么要紧的事 我们不去要请假了 你疯了吧 你们去 我自己去了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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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那么着急嘛 我又没说我不跟你去 你说随你没事一天让我们把护照带身上啊 再说你也得给我点时间想想啊 好 我现在就给你时间想 我也回家取护照 好了 我收拾东西去啊 好了 我收拾东西去啊 人都过了 你觉得太疯狂了 说梦就是雨的 你们干什么去 陶 你怎么回来了 我不能回来吗 不是 小莱说你下周才回来的 怎么 我提前回来影响你们的心情了是不是 不好好在办公室待着 胡跑什么 没有 我们出来接个人 哥呀 你的稿子呢 下午拿来让我看看 来 他怎么回来了 我管不了他了 大不了开除 哥呀 你干吗 你都不管了 我也不顾了 豁出去了 他既然都回来了 你就别跟着我了 那多不仗义啊 为朋友两肋插刀誓死如归 好了 这次去槟城的活动正式取消 什么 取消 为什么呀 谁让女魔头突然回来了呢 谁让我们还碰见她了呢 谁让她下午还要找你呢 你赶紧上去吧 那你去哪儿啊 我先回家一趟 我妈找我还有事呢 你就别跟着我了 下午好好准备文稿吧 我就先走了 你去哪儿啊 哪儿啊 你去哪儿啊 我已经来得到 你去哪儿呢 我都没带她 你去哪儿啊 在哪儿呢 我去哪儿呢 我追不下 你去哪儿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凡 你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来送人吗 我来接人 你来接人你应该去道达区啊 这是出发 哥牙果然说得没错 他说你会一个人去冰城 你是不是太冲动了 你想好没有 你一个人跑去冰城干什么呢 我在林志军的东西里 发现了一部手机 那又怎么样 手机存储卡里有照片 照片里有一个陌生的女人 那个女人跟林志军有合影 一看她们的关系就不一般 所以你要去冰城找到那个女人 没错 安娜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我要知道 为什么她突然会上错了船 又为什么要跟我说永别 她为什么到冰城去 还有手机上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我要搞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 就即使你找到手机上那个女孩 你怎么跟人沟通呢 我可以去找当地的华人翻译 他们可以帮助我 安娜 冰城人口上百万 不是一个小城市 那么大的地方 那么多的游客 你要找一个人 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哪 平凡 我这次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你不用再劝我了 我先走了 你就不能听听朋友劝吗 我这次已经想得很明白了 这有关于我的幸福 我知道你对我好 我会记在心里的 我先走了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我还是不太放心你一个人 决定陪你一起去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 你有时候还不如个孩子呢 你有马来签证吗 凑巧了 我还真有 真的 你逗我呢 爸 上个月刚刚去过马来西亚 考察了一个国内地产商 在那边做的项目 我真的不需要你陪着我 我是去找志军的消息的 我知道 也许我能帮着你忙的 我真的不需要 那你就当我不存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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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想不知那些 你不肯定是你 你不肯定是你 你缓冰的 你便是你 我真的想不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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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